你用这里卖了 我去给他这个地方 40分吗 还在这里卖了 纯天拿的了 现在过年了 超过远了 最大的帮我挑三只了 最大就这面前这张的就是最大了 可以啊 这个会新鲜吗 干嘛不新鲜 拿四头吧 三只够了 三只够了 太贵了 主要太贵了 冰块拿点 冰块拿点 你打一下自己拿个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文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前面你们看到的就是我 年前在海鲜皮划市场 买虾的过程 现在可不敢出门了 买虾的时候是农历29 所以我在海鲜皮划市场 储备过年拍视频的食材 当时买的就是这三只九节虾 我买回来之后就冰冻起来了 买的时候老板说是干死的 别小看这干死的虾 这是纯天然的大九节 就算是干死的 在年前这一斤也要卖到250块钱 活的要卖400块钱 这三只花了我300块钱 真的超级贵 OK 先换在那里解冻一下 这虾已经解冻完了 感觉好大的样子 来给它量一下身材 哇靠 29厘米 好长啊 这种虾容易捉死 经常自己把自己给弄死 就是捞上来以后 它会吐出封闭物 然后把自己给弄死 咯你们看到了这三三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弄死的 既然已经归息了 那咱们就刚好送它一层吧 先给它洗个澡 肚子给它送来说 先泡一点粉丝 一会用 这么大的虾要怎么给它开呗 估计不好开啊 哇 这头里面好多膏哦 这个虾怎么没有虾线 这么长吗 通到头上面去了吗 感觉这个虾很多内脏都在头这里 这个应该是它的膏 然后绿色的这个应该是它的内脏 可以了再拿去洗一遍 哇 这个虾好有肉哦 先铺一层粉丝哈 然后把虾给铺上去哈 然后给它铺上我蜜汁的蒜笼酱 闻到这个蒜笼酱我就流口水了 嗯 非常香 如果有不懂做蒜笼酱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年前的时候有做一些海鲜大咖 那里面有详细的蒜笼酱的教程哦 可以了 现在给它加一点水哈 因为这个底下有粉丝 所以要加点水 够了 给它盖成锡子哦 放烤箱去烤肉 这个烤箱期间已经预热过了 上下210度烤20分钟嘛 烤了20分钟应该可以了 哇 蒜笼的香味好香啊 撒一点葱花 终于可以开吃了 不争气的眼泪又要从嘴巴里流下来了 来 先给你们来一块哦 粉丝先吃 蒜笼的香味太诱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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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